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请朋友吃饭 谁要说给我抢着结账 我能跟他急了眼 我觉得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一些旁证 我们的一些证人 咱们听听证人们是怎么说的 对 您自己一个人说不客观 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导演特别抠门 导演事太多 抠事太多 好 接下来 导演生活当中 是特别不讲究的人 不讲究 不讲究 就跟他刚才说怎么都对不上 导演这个人 他有病 这个更严重 怎么找四个人 他凑一桌麻将了 后门事多不讲究有病 这人要不了了 这绝对不是我们剧组的演员 是吗 这肯定是群演 我剧组演员谁有这胆 敢来说我不好 你想想 恰不惜还有他们的事吗 就是啊 对啊 你这都是托 这样吧 我们把刚刚在这个后台啊 这个作证的我们的四位证人 请上来我们掌声有请 来掌声有请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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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 行了 你们失业了 您都认识啊 不是群演 不是我们找来托是吧 马上就变成群演了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啊 这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他们都身兼数职 不光是这个演员 也是副导演 这是刘继明天津人意的话剧演员 这个是我徒弟 傅晓博 又是我们这个戏的编剧 又是执行导演 也是这个戏的演员 然后这个是告妍妍 他们仨都是天津人意的话剧演员 这是我的兵 我在部队的时候 我当团长 这是我的兵 也是相声演员 也说相声在部队 叫张凯辉 我们这个戏的主演 这个韩导介绍的是激情澎湃 这是我的兵 这是我的徒弟 这是我的徒演 这是我的统筹 说话都不信 对 接下来我们这样 咱们一块坐下来 咱听听到底怎么抠门 怎么有病 我们一个个先对对吧 但那抠门是哪位说的 其实你都不用问 我现在都想起来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明着是在批评我 其实在夸我 您在座最后的征价 您别着巴了 抠门啊 抠门对自己抠 对朋友 你看请大伙吃饭 对吧 你说什么事多是吧 那个导演 您是请我们吃饭来着 但您请的什么 您能跟大伙说说吗 那个一会儿再说 我先说 事多 你说作为一个导演 他事能不多吗 对对对 你说啥来着 你再给我说一遍 不讲究啊 不讲究 能讲究吗 在农村拍戏 对吧 那环境你也知道 我怎么讲究 我还穿着西装革履 跟你们人吗狗 不是跟你们是 跟你们是 不合适啊 对吧 那有病是怎么夸您 有病 我师父是真有病 我师父是真有病 脚气嘛 脚气 好 这种病我也没办法 好 韩岛的最后陈述已经结束了 正式采访四位证人 好嘞 这个抠门是怎么回事 经常会请我们吃饭 这事是真的 经常请我们吃土豆丝 西红柿炒鸡蛋 尖椒土豆丝 鸡蛋炒大葱 粗溜土豆丝 行 我明白意思了 反正挺丰盛的 比较清淡 对吧 不是比较 有点推清淡 我的意思 大鱼大肉容易闹病上火 对吧 还有就是 点菜的时候我可说了 我给你们点 放开点 就你 关键是我们 点 你看 导演 你这点完了以后 我一看没人点 没人点是吧 没人点 我来 我点点我爱吃的 这个还真是 少说吧